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山上 然后去找一种宝贝 这个宝贝是青年的时候我们放的 这个冬瓜是去年的时候放的 现在已经全部死掉了 而且全部干了 这家伙这么大 还有几个我已经摘好的 就是去年的时候摘好的 现在直接去拿就可以了 看一下 这个像那个葫芦一样的 这个是从去年时候留下来的 因为有用的 待会来回家要有用的这个 拿这两个吧 拿这两个也够了 刚才我在山找这个冬瓜 然后我们来回家里做那个瓢的 记得在老一辈的时候 因为没钱去买那样瓢 你就来浇 然后就来喝水 都是去山里面 然后找这个冬瓜 这个把它故意把它留干了 然后把它切开 再做那个瓢喝水的 现在我们就来制作那个瓢 现在找个巨肘 然后把它切两半 它里面还有这个纸 这个纸其实我们还可以了 就是种的 种的话到时候它还是一样的 切出这个冬瓜的 不得浪费的盒子 切出了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像那个葫芦 看一下我们这个冬瓜 这个切出来就成四个瓢了 用这个瓢去咬那个水 是相当的好 有些人可能会嫌弃这个脏的 但是这个本来就是吃的 为什么脏呢 是吧 把它洗干净 咱就可以做那个瓢了 节约就使用了 还有一个 这个呢 最可爱的 这个可是我小的时候 我母亲给我留下来的 就是我应该是七八岁的时候 五六岁的时候留下来的 然后现在一直都不烂了 已经留了十几年了 现在是无价之保 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留掉的 还可以留到我的下一代呢 真的 我的孩子用了 把它里里外外清洗一遍就可以了 看这个瓢啊 是不是和那个 跟我在市场上买的瓢一样呢 我觉得这个还方便呢 看这就是这个手把拿的地方 其实非常实用的 宝贝啊 还是我的时候才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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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